再就是全国的南北交通 你非得绕过中间的中山国 中山国属于北敌族 北敌的先鱼族 他们非常顽强 曾经早在战国初期 魏国称霸的时候 魏文侯就派越仰 也就是越义的祖上 去灭了中山国 越仰是个很厉害的将军 中山国把他儿子杀了 送来儿子的肉根 他也喝了 这样一来中山国不战自败 自从魏国灭了中山之后 中山有几十年没有这个国家 当时的赵国为什么会 让魏国来变中山呢 魏国离中山国远了 赵国的想法是 你魏国灭了中山 地方太远 是一块飞地 你无法控制 再就是你灭了中山 对我赵国有利 所以建路个魏国灭了中山 但是中山国人 在灭国之后 他们退到太行山 退到太行山的大峡谷 五百里大峡谷中 只要人在 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 他们又在原地复国了 而这个时候魏国呢 已经是日暴西山 霸主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 再也没法控制这个 远远的这块飞地 而现在呢 他欠在赵国的心脏 这就好像一个人 心脏得了一个肿瘤 那会舒服吗 那会安全吗 所以赵五年王觉得 这个中山国非得灭掉不可 因为他不是老老实实的 不就在这个中间生活着 他经常是和周边的 什么齐国啊 燕国啊 互相勾结 这个赵国的安全 带来极大的危险